第211集 你们就不怕 古之大帝有人为死 降下雷霆之怒吗 白衣神王大鹤 神色冰冷 第一次这样冷颜面对诸王 舵天王开口 你是一位人杰 我真的想给你一个机会 收你为义子 那就站吧 白衣神王怡然不惧 手中出现一口神王剑 横向高天 一人面对诸王 真是一个无奈的决定 扼杀天才 非我所愿 但却不得不这么做了 舵天王声音发寒 向前迈了一步 摇驰接动 像是崩坏了一样 磨灭他 早点结束这一切吧 游谷王大吼 更是有一些人跟进 人们绝望了 不忍目睹 白衣神王最后的悲壮 他一个人怎能抵住呢 不败的神话将会血淋淋的 叶凡忍不住了 再不出手更待喝时 即便是战死 他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神王陨落 昔日 血染的画面似乎还在眼前 白衣神王独自悲怅离去 怀抱采云仙子尸体的背影 让叶凡至今难以释怀 不要妄动 一切还在掌握中 突然 一道声音在他心中响起 叶凡一呆 这是神王传来的 还在掌握中 还能有什么呢 突然 一声天崩地裂的声响发出 一道璀璨的金光滑坡苍茫大地 自远方而来 天道和明 在这一刻 他惊动了整片北部大地 如一道永恒的神灰 照破山河 没入瑶池中 风神王 竟然是风神王 他又出现了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 无比的震惊 尤其是古族各部 全都面如死灰 面对人族史上最强势的 一位大地的法器 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连古王都惊惧了 怎么会这样 变了颜色 因为他们感觉到了 古之大地的无上气息 紫林圣人王出言 假的 不是真的 轰的一声 风神榜化成一道金色的闪电 从天而降 威势无比 像是古之大地的一只手 按了下来 即便是万劫不朽的存在 也要成灰 一声惊恐的惨叫 根本无力抵抗 此林圣人王被金光压重后 瞬息成灰 死了个干干净净 接着 与他一起而来的四名古王 也被封住 全都在第一时间成为了尘埃 就此除名 不久前 他们皆言人族弱小如蝼蚁 话语尖利 结果呢 却落下了这样一个下场 所有古王都惊恐了 真的是古之大地的气息 怎么会这样 轰的一声 风神榜 光芒绚烂 照亮万里河山 又一次镇压下 双子圣人王成灰 连哼都未能哼一声就被震杀了 太震撼了 转眼间 三位圣人王四位古王死于非命 虚空一抖 方才对人族极紧羞辱 言称人族在太古年间苟延残喘 任强势种族为主人的几名古王 全都惊恐大叫 但是一切都不可改变 风神榜自天而降 强势而霸气 将他们全部震杀 成为飞灰 白衣神王大吼 祖先的耻辱 古之大地来洗净 其他人族修士一激动 纷纷呐喊 古之大地闲话了 巫师大地还呼着 洗净耻辱 震杀一切 童天台上一片大吼声 许多人激动到落泪 哄的一声 光芒万丈的风神榜又一次降落 镇压向舵天王 九头太古凶手灰飞烟灭 古老的战车崩塌 舵天王这位强势的存在 也只能发出一声不甘的大吼 但是却无力抵挡 那道永恒的黄金圣光震杀一切 噗的一声 神榜无情压落 太古一带无敌巨拨爆碎 鲜血争甘 而后成为灰烬 躲天王死了 强如他也只是发出惊恐的嗷的一声大叫 当场在通天台上炸开 血液瞬间蒸干 成为一片飞灰 惨叫还在持续 又一人成尘 风神榜一出 诸神社福 这是当年的传说 而今他飞出莽荒大山 震杀祖王 横扫一切 这是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天地间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 所过之处 古王陨落 圣人王蝶血 连有望成为大圣的存在 亦被无情抹杀 这是惊恐的叫声 来自古王 若是在平日 想都不敢想 世间有人可杀他们 但却没有人能让他们 聚到这般地步 然而就在这一刻 每一个人都惶恐了 神魂都在发抖 战战兢兢难以动弹 这是古之大地的气息 他们的感应不会有错 心中生不出一丝抗拒感 太强大了 无比的可怕 想要叩拜下去 终于 有古王承受不住 双腿发软 当场败在倒台上 并不是真心想跪 而是一种无上威压使然 这种气息比天高 比海阔 比星域深广 让他们近乎绝望 根本就没有一丝抗衡的能力 怎么会这样 有的祖王活过漫长的岁月 曾经朝败过太古末年的无上斗战圣皇 唯有在他身上感应到过这种气息 古之大地 真的有人为死 是他们 我们 我们完了 这种惶恐快速蔓延 远处太古各部全都悚然 而后浑身都颤抖 他们一感受到那种威势 这也是何等可怕的场面 他们的祖王都跪在了地上 朝着那道绚烂多目的神榜磕头 光想一想就让人发颤 有古王大叫着 不要 又有一人被震杀 当场成为尸灰 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 风神榜 光耀天语 照破山河万朵 拥有无量神能 华光贯通九天十地 它是武史大帝亲手继承的 传说原本是为阵仙所列 但是世间无仙 只有一次神灵的生物 因此最终起名叫风神榜 它虽然不是主公的兵器 最大的用处是用来封印 但毕竟是古之大帝所列 自有无量法力 相传阵风下来 相当于武史大帝的一只手压落 武史是谁呢 那是横推三千界无敌的存在 他的一只手按下 世间谁人能挡 是一种无上威慑 强大如圣牙的那个不死道人 一压就是十几万年 在风神榜下不能脱困 被活活炼化 只于一道残念 武史大帝的发气飞来 这一影响是巨大的 连着震杀古王一击就成灰 这不是帝威是什么 这等于是在宣告 人族大帝还活着 啊的一声后 惨叫传来 风神榜垂落下一道圣光 又将一位古王抹杀 这才稳住 悬在了虚空中 古族各不惊恐 滔天的巨翼 自心底涌起 连呼吸都快不能了 武史大帝的发气悬在那里 跟一尊不朽的神明一样 光照摇尺 黑色的通天台都经营了起来 古族的古王都被压得跪在那里 还有什么能对抗他呢 人族修士都在大喊大叫 心中的欲气与屈辱 全部都化成了大吼 冲出了身体 冲上了云霄 通天台上 唯有白衣神王独立 只有他还能站着 其他古王都一动不能动 长轨而不能起